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路加福音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十讲 神的怜悯与人的回转 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还有十五章 一个安息日 一个法利塞人的首领邀请主 到他家里来用饭 这不是诚意的接待 而是这位宗教领袖企图 在神的儿子身上来找到把柄 耶稣看见一个饭料水骨的人 即身体因为组织积水而肿胀 耶稣基督看穿批评他的人的信思 所以他就毫不客气地问他们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他们盛宴说不 但是他们不能够支持自己的答案 只好就不讲话了 因此耶稣就治好了那个人 叫他走了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怜悯的行动 神的爱永不会停止活动的 就算在安息日也是如此 然后耶稣就转向犹太人提醒他们 如果他们有牲畜在安息日掉在井里 你想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立即的去把他拉了上来 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这样行 因为牲畜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 对一个受苦的同胞他们不关心 更责备主耶稣不应该去帮助他 虽然他们不能够对救主的推论 有任何的辩驳 但是他们可以确定 他们是很生气了 主耶稣进入法利赛人的家里 也许看见客人主动地在挑选首位 他们寻求那些比较显著中贵的位置 虽然他也是客人 他却没有不说诚实公义的话 他提醒他们要避免这种自私自利的行径 当他们被人请去赴宴席的时候 应该选择一个比较低的座位 而不是选择那个高位 当我们为自己选择高位的时候 常常有可能被降格而感到羞愧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谦卑 就只有一向一个可能的方位 就是向上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慢慢进入到一个尊荣的位置 比起初就想占据到上位 后来你就必须放弃 从那个最底 人家慢慢请你望上 那才是对的 主耶稣他在这里讲 请人赴神国的宴席 他却被人一个一个的推辞掉了 似乎听起来好像有理由 并且也是很重要 也不得不推辞 然而这些理由 还有尽神的果 得到永世的福气 比起来又算了什么呢 人若想先要爱神的心 就必须要先更会以神的爱 来爱他们的父母 还有所有的这些亲属 甚至一切的世上的人 我们来看看耶稣对于法利塞人 还有文士曾经重生诫命 孝亲之道 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到十三节 而且在十字架上 为了顾念亲恩 最后还为我们要孝敬父母 留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尽了做人子的一个本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主所讲的恨这个字 总归的意思 不过是他教训人要爱他过于一切 为极生重要的强势语气而已 绝对不是要我们照着字面字句的看法 去误解了神的意思了 做主的门徒要跟从主 主到哪里去就要跟到哪里 不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头做主门徒的 舍不得离家还有亲人的 哪能够出去跟从主呢 就是离开的家 但是不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也不行 因为跟从主并不是安逸舒适的 并不是完全合乎自己意识的 会有各种艰难困苦 会有各种恶还有担子 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事情 那么这些都是自己的十字架 必须我们要学习天天背起十架 来跟从主的 主耶稣爱他的每一只羊 在一百只羊当中失去了一只 他也不肯放弃 一定要去寻找直到找着了 然后为他的欢喜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每个信徒都是主的一个一个找回来的 因为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 个人都偏行几路 主愿意将我们灵回到他的圈中 但是还有羊迷失的 分散的容易成为野兽的食物 即或是一只的话 他也会应该去把它们寻找 那么现在我们有谁想要去寻找 那些失去的走散了迷失的羊呢 古代犹太人妇女们喜欢在他们的钱额上 带一串叫做鲜米底 一个装饰品 是用银币做成的 这一串的事物代表订婚 或者是结婚的一个信物 虽然它本身的价值不大 但是佩戴在这个妇女的心中 却是无价之宝 所以一旦遗失了一个银币 他一定会仔细的去清扫 直到找着了为止 这个妇人她找着了 就请她的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 我失落的那一块银钱已经找着了 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吧 事前的比喻乃是说 我们就是神的财产 祂宝贵我们 绝对不愿我们失落在黑暗当中 失落的钱财 对于祂的主人而言 等于失去了祂存在的价值 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活在主的权柄之下 我们就要失去属灵的价值了 好 我们再来看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吧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长子可以得到两份的家业生命纪 21章17节所说的 因此小儿子当得的家业 只有大概三分之一 因为长子有两份 而这个小儿子他一份 所以三分之一 父亲可能把这个家业 预先就发分好了 但是仍然会保留 直到他死的时候 他才会分家业给他们 通常他们不会在生前 就实际的分配家业 可是这个小儿子不断的跟父亲的要求 他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那么这个儿子就这样的吵 到最后父亲不得不打应他了 后来这个小儿子任意放荡 浪费了资产 所以圣经说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王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任意放荡 意思是说他就过着很奢侈的生活 浪费 也就是说分散 谁要借 谁要钱 他就随随便便地给他的财产 都都给他浪费掉了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当他耗尽所有的时候 正好他就遇到了那个地方 遭遇到大饥荒 每一家每户都穷苦起来了 到最后他也没有钱了 那怎么办 他就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那个人就打发去到田里去放猪 猪在神的眼中是肮脏不竭的 一般来说 犹太人是不养猪 因为不能够用来献祭 也不能够来当作食物 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 因此那个养猪的人可能就是外邦人 你看他不去找犹太人 却找外邦人 信徒如果离开神 而去寻求属人的帮助 所得到的只不过如同放猪 在神的面前不但是污秽不解 并且也是神的子民所鄙视的 那么他拿猪所吃的豆甲来冲击 这个豆甲是巴勒斯坦 常见的一种长青树所结的种子 名字叫做稻子豆 可用于做牲畜的饰料 还有平民的粮食 另外一个有趣的拉比记载说 以色列人必须沦落到吃豆甲的地步 他们才肯悔改 传说施洗约翰在旷野 曾经以这个豆甲来作为食物 因此有人就称他叫圣约翰的饼 这个小儿子他遭遇到最可怕的结局 他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 他没有力量再承担得住了 在他走投无路 求告无门的时候 他忽然间转念 想到父亲 想到他的富家 外人靠不住 那么父亲怎么样呢 他就说了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天 犹太人通常不敢直呼神来为神的 因此他们就以天来代表神 他会向他的父亲说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一个故宫吧 浪子他的话里头表明了 他不了解他父亲爱他的心事多么的恳切 他不知道 第二 他不敢奢望做儿子的福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他应得的产业都花光了 第三 他想要将功赎罪 他以为他这样做 至少我不会饿死吧 因此他就向天来悔改 也要向他的父亲来认罪了 相离还远 他的父亲老父亲远远的看见了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我想他的父亲必定是每一天都一门眺望 痴痴的等待这个浪子可以回头 当他注意到远远的看见 他老花眼可以看得更远 他就看到了他的小儿子 当他的小孩子还没有讲一句话以前 这个父亲就已经动了自信了 迫不及待的 他就跑过去了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的跟他的亲嘴 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了 这个父亲是多么的爱他 温暖慈爱的来完全的接纳他了 父亲唯一的喜乐 是因为这个儿子回家以后 使他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儿子身上 花用更多的财富 当他看见这个儿子的时候 还需要袍子 还需要戒子 还需要鞋子 还有让他办了一个丰富的宴席 他快乐极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的大儿子身上看到 却无用武之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儿子嫉妒 他恨这个小儿子 大儿子的表现跟小儿子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一个小儿子是浪子回头 经不换 可是另外一个 却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的 所以让我们千万不要像大儿子 做一个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宁可向小儿子浪子回头吧 好的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到再度 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